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杜福老师的七言律师 今天这首作品呢,非常的著名 而且也是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间的必学片幕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首诗呢 同样的也试图给大家去挖掘一些背后 不为人所知的一些内容 那么请大家把唐诗三百首这本书翻到第245页 同样的在页面中间 如雷逛耳的一首著名代表作 闻官君收河南河北 那么这首诗呢 被当年的这个古代的评论家认为是杜甫平生第一快诗 就杜甫的诗从来没有这么欣喜若狂 这么高兴 节奏这么明快的作品 因为我们一般认为的杜甫是一个沉郁顿挫的人 诗歌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大仇深 但是这首诗在杜甫的所有作品里 那真的是别具一格 因为具有非常明显的一种情感上的喜悦昂扬的这么一种特色 那么大家呢 应该对这个诗可能有的听众 它内容非常的熟悉 我们在这还是先来把它读一遍 然后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它背后的历史背景 闻官君收河南河北 见外呼传收济北 出闻涕泪满衣商 却看妻子愁何在 慢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既从八辖穿乌辖 便下襄阳向洛阳 好 这首诗我们注意几个多音字 却看妻子愁何在 为什么我这要读看呢 是因为这句它的评字 按照标准格式 应该是平平则则 平平则 却看妻子愁何在 那么这个刊字在这不能读看 要不然它的这个平则就不符合要求了 同样的下一句 慢卷诗书喜欲狂 这个地方虽然卷和卷都是则生字 但是因为音的这个读法和意思是相关的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读卷 慢卷诗书 就是把手里的诗啊书啊都卷起来啊 随手把它卷起来 然后卷起来干嘛呀 准备收拾行李 要回老家了 那是这么个意思 而这个河南河北 大家也要注意啊 它的意思呢 并不是指的我们今天的河南省和河北省 指的是当时对地理上的一个范指 就是黄河的北边和黄河的南边啊 叫河南河北 因为当时啊在这个安史之乱发展的最严重的时候 曾经把长安都给打下来了啊 洛阳也给打下来了 一直到了长江北岸在淮河沿线才没有能够南下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等于黄河的北边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啊 这些地方 包括黄河的南边 就是今天的河南啊 包括湖北的一些地方 包括陕西的一些地方 都已经落入了叛军的手里 所以现在呢 是因为安史之乱的最后一个顽固的钉子啊 也就是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啊 打败了 然后自尽了 这个时候呢 他的手下一看啊 老大都自尽了 那我们还造什么反呀 于是就拿着这个史朝义的头啊 就投降了 于是折腾了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啊 终于正式的得到了平定 那么河南和河北这两大片土地 终于也都收了回来 就这么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这个时候 那这个见外呼传收纪北 就是杜甫本人 因为在四川 叫在建门关以南啊 也就是建门关以外的地方 所以称之为建外 而纪北呢 就是泛指这个安禄山和史思明的老巢 也就是北京周边的这一片地区啊 河北省的这一片地区 纪北 这是他们当时起兵的根据地 然后 而且我们还要再讲一个相关的背景啊 就是你看这个筑解一里面写杜甫在周 那杜甫不是在成都有草堂吗 为什么写这首诗的时候 他跑到紫州去了呢 这个我们简单给大家做个解释啊 因为当时呢 杜甫最大的一个经济来源 同时也是他的好朋友啊 成都市委书记延武 这个时候呢 被召回了朝廷 为什么会被召回朝廷啊 说起来也挺惨的 就是在这个写诗的这个时候 763年的春天之前 在762年4月份的时候 当时呢 还是唐素宗在位 可是呢 唐玄宗 唐素宗这哥俩呢 非常不幸 安史之乱是在他俩的手里爆发的 但是他俩都没能看到 安史之乱的结束 唐玄宗和唐素宗这父子俩 在前后两个礼拜的时间里 双双归天了 于是呢 唐素宗的儿子 这个戴宗就即位了 即位之后 就需要联修两个皇帝的坟 给他们安葬 这个时候呢 戴宗很信任延武啊 就把他特地从这个 成都市委书记 成都军区总司令的这个职位上 就调走了 叫回长安 给他封了很多的官职 实际上是想让他来兼修陵墓 并且来主持葬礼 这么一类工作 于是延武呢 就离开了成都 那杜甫本身住在草堂 都是靠延武的资助吗 这个时候啊 义不容辞 作为好朋友 作为被人家包养的这么一位 你必须得去表示一下啊 于是杜甫就从成都 一起跟着延武出发 一路向北 送了好几百里地啊 过了绵州啊 一直送到了这个 就是他所在的这个紫州 浪州一带 而这个时候呢 因为延武本身是在四川当地镇守的 他一动 离开了他的这个成都大本营之后 立刻就有人造反 啊 于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叫 徐之道的人造反 就把这个剑门关啊 给打下来 然后守住了 这个剑门关是从四川北上 到达长安的必经之路 这个关口不通 哎 阎武呢 带着这么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包括杜甫他一家子 哎 正走到半道上的时候 就被这个造反的事情给挡住了 他手头也没有带太多的军队 也打不破这个剑门关 于是就在这儿滞留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啊 762年的四月份 皇上就驾崩了 结果一直走到763年的开春 阎武才好不容易的啊 北上回到了长安 而杜甫呢 这个时候正好他的一家老小都跟着杜甫去送这个阎武 于是就到了成都北边的这个紫州浪州一带 而在这个地方呢 啊 他就很犹豫 我到底是回到成都呢 我还是接着北上跟阎武一起回到首都去呢 这个时候他内心很犹豫啊 因为当时辞官的时候也有政治斗争方面的原因 现在阎武被召回去了 也急凶未卜 他不知道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于是就逗留在这个地方 正好逗留在紫州的期间 四川省境内各种地方都开始大大小小的叛乱 于是呢 成都周边也不是很安定啊 道路也被隔断了 走不通了 于是他就暂时的逗留在了紫州这个地方 那么杜甫逗留在紫州 终于好不容易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哎 就是安史之乱平定了 所以你想 他离开了草堂啊 前途未卜 不知道该北上还是该南下 正在这种内心彷徨的人生抉择的时刻 忽然听说安史之乱平定了 这么一个大好的消息 其实他的内心是有一些想回到北方的想法 所以内心的高兴和喜悦就可想而知 那么反映在诗歌里 就是非常流利 非常一口气说到底的这种充分的喜悦之情 就贯注在这首诗歌里啊 见外呼传收纪北 听说终于把这个北方给收复了 初纹剃泪满衣裳 刚听到的时候 鼻涕眼泪流了我一身 这个地方的剃泪 大家可千万不要理解成鼻涕眼泪 因为剃就是古代的眼泪 剃泪在这属于同一复合 就是指眼泪 它可不是眼泪鼻涕一块下来的意思 初纹剃泪满衣裳 哭的满身都湿了 然后雀看妻子仇合在 注意此处的妻子并不是他的妻子 而是古今亿亿 妻子和儿女啊 看看我的老婆和孩子 还有什么仇啊 哎你们的仇都哪去了呀 你看杜甫在这很有意思 他不写自己的仇不见了 他从身边人写起 我的老婆也好 我的孩子也好 都不再发仇了 哎你们的仇呢 非到哪去了呀 不知道了啊 叫雀看妻子仇合在 因为你想啊 这个妻子儿女 肯定也在为回不去成都啊 这个漂泊无定而担忧呢 这时候听到这个好消息啊 回不了成都还算什么事啊 我们干脆直接回长安算了 对吧 所以雀看妻子仇合在 然后慢卷诗书喜欲狂 啊随手就把手头的诗集啊 书本啊 好好收拾一下 干什么呀 要准备打点回家的行李了 而这个时候终于写出了喜欲狂三个字啊 内心的高兴啊 简直无法来形容啊 从他慢卷诗书 这种着急的这种动作来看 他的归香之心是迫不及待的 然后后面白日放歌须纵酒 大白天的我就在家里唱歌 我要好好的喝酒来庆祝一下这么好的一个消息 这叫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呢 哎 这个青春可不是我们人的青春年少 指的就是清脆的春天 因为当时正好是春天呀 说这么春光明媚的时节 正好和我一道作伴 我就回到家乡 所以都是非常直白的语气 和我们之前读的杜甫诗歌啊 那种精心雕琢啊 内心的情感很压抑啊 很填充的这种感觉 完全不一样啊 就是非常简简单单的青春作伴好还乡 直书兄弟把自己的回家的愿望就说了出来 然后最后两句都开始规划形成了 叫既从八侠穿乌侠 变下襄阳向洛阳 八侠乌侠 这是长江三侠中间的两侠 八侠是开头 这个乌侠是结尾 穿过来了 就到湖北境内了 变下襄阳向洛阳 襄阳就是湖北的襄阳啊 从襄阳就可以弃船上岸 就可以走陆路了 从襄阳望北 可以一路到达洛阳 杜甫有田园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家里头啊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穷 在洛阳呢 还有当年置办下的一些田园产业 只不过是因为他本人一直在四川 所以享受不到那个地方的这个福利而已 而且呢 也是因为被叛军占领了 都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 所以这个时候 变下襄阳向洛阳 我就要回到我在洛阳 也就是当时唐朝的所谓东京 这个地方去 我要去重新打点我的家里面的产业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 他的人生是充满了希望的 而我们读者呢 其实也不太需要老师的精心的讲解 你只需要看他的字面 就非常容易 特别清楚的感受到 这种喜悦之情 喷勃欲出 这和杜甫的其他的诗歌 是完全不同的 其他的诗歌多少有点欲说还修 但是这首诗歌 直书胸义的非常明显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 整首诗歌的内容 闻官君收河南河北 见外呼传收纪北 出闻替泪满衣商 却看妻子愁何在 慢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既从八辖穿乌辖 便下襄阳向洛阳 好时间关系 咱们本期节目就先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